接着带你来看到运动 华联县老人会在14号举办了市长辈撞球锦标赛 而市长魏家宴也特别到场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并为活动正式开球 同时也提醒长辈们要多出门做些适合的运动 为自己打造健康活力的神心灵 华联县老人会所举办的市长辈撞球锦标赛 在14号一早热烈开打 这次总共吸引到120位长者报名参赛 年龄成从65岁至80多岁 展现出活到老动到老的坚毅精神 近来老人会打撞球很好一个运动 是时间自由来 不要限时间 他打了几年 他打了三四十年了 65岁就来了现在 长辈们拿起球拍架是十足 熟练的使出各种技巧 在球台上互相切磋 而市长维嘉燕也特别到场 为参赛选手们加油打气 并为活动正式开球 加油 那我想活到老学到老 那也要希望大家能够动到老 那大家出来走一走动一动 能够活络自己的身体 那也可以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八九十岁的人也还在球桌上努力的来比赛 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动一动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花莲县老人会 花莲市老人会参与我们老人会的一些活动 那未来我们也在下半年度也会规划非常多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 花莲县老人会理事长高明星也表示 借由办理各项赛事可以帮助老人家活络筋骨 增进手眼协调 也发挥团队精神进而增进会员间的情谊 并在赛后还为所有参赛选手准备精美纪念品 市长维嘉燕表示 公所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让长辈们能够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记者徐立晴 花莲县市报导